好,我们请来读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间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我们上次讲到二十六页的第二行吧 讲到信不染他,为贤与人可好则学,非好则愿 这一段我们再稍微提一下 信不染他 当然最主要强调就是我们对佛法有一个坚定的正确的信心和认知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佛法谈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它就是含着字 因为正性里面还有一个正见在当作背后的基础 就是说它不是只是纯粹的感性而已 它是有一个正确的信 那这个信是来自于我们前面不是谈吗? 就是从多文以后才谈这个笃信 所以它是从文里面谈笃信 所以这个信本身并不是纯粹只是一个感性的信而已 那我们的信的时候我们不染他 那我们在这里再稍微强调一下 就是说 假如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正确的所信仰的信念 我们会不会去染一些染路的东西? 不会 这就像我们 假如你很清楚于你修行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的时候 即便世间再怎么样来引诱你 你不会轻易的辩解 因为你知道价值在哪里 像我们现在在修行上经常会有动摇 我们如果不把佛法谈得很深 我们谈一个比较务实的 其实人在修行上 他为什么不能坚持的一直走下去 你也不用太怪他 因为他还没看到 所以在 我不是常举这个例子吗? 菩萨在看众生做梦时候的颠倒 他会不会感受 就像妈妈在看小孩子做噩梦哭的 那母亲会不会很难过 这个小孩子做噩梦 是不是如何如何? 但母亲看这个小孩子做噩梦苦的时候 会不会也把孩子做梦里面的事情当真的? 不会吧? 但他知道他一定是因为颠倒才苦 所以说佛菩萨在看众生颠倒 并不会跳入事情当下 我讲这句话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要度众生 自己看不清楚 度来度去 到底是众生度力 还是你度众生? 你也弄不清楚 我之前讲说我刚开始出家 那也当知课 也必须要跟人家辅导一些问题 结果有时候人家夫妻的问题跟我讲 我听得我整肚子火 离婚算了啦 那我完了 怎么那么恶劣 然后我就完了 我到最后说 嗯?不对吧 我怎么跳进去呢? 因为以我们这种 这个本来就是正义感比较强 说哪有这样的情形离婚算了 我说不对不对 然后打电话跟他讲 以上所说皆非 抹掉 那个刚才是怎么样 因为我发觉 所以还好警觉到了 因为我马上跳进去了 那所以 因为你对 我们在佛法上的认知 其实 我为什么这样提啊? 因为 我们很多人修学 常识宣下来 始终没有真正以处理心 以真正佛法的道理来思考问题 所以 包括度化众生 其实你也从事 从来也就是以世间心在度化众生 你用很多的情 用很多的想法去度 所谓度化众生 其实 根本上 这个之前我们一直在反复提 为什么我会在反复提? 因为这是修行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假如这个观念没有掌握很清楚 你这一生的修行可能完全空过 因为你是以众生心染污世间 你充其量只是发心 发善心 但不是处理心 不是处理心 所以 你可以在世间里面做得 风风烈烈的 那也成就了很多的大事情 但实际上 你可能度很多人 度很多人成为你的眷属 这个我一直在想想 度很多人成为你的眷属 你有很多认同你的人 但 都只是反复性 就像我的员工才十个 我的员工一百个 就这样而已 我的员工一千个 我的员工好几万个 就这样而已 可是这个心有没有处理 没有 那是眷属心 我就讲 你度的很多人跟你同样的心 但不一定是处理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一点上 我一直鼓励大家在修学佛法整个核心 到底解不解脱的核心意义在哪里 要看得很清楚 或者你轻易跳进去 你跳不出来 你这一生可能在这些你错误的认知里面耗掉一辈子 结果真正的修行解脱功德一点都没有 这是很现实的 所以说我刚才举这个例子 大家也应该好好经常反护思考这个 当你在看到一个小孩子做梦的时候 你是把他的梦当真 还是知道他在颠倒 所以我想说孩子之苦是因为颠倒苦 不是真的梦中的东西让他苦 梦中的东西从来没有让他争哭 真正这个小孩子会哭 在梦中里面哭是因为错看梦境 好 那我们现在了解就是说 当我们在有一个正确的信念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今天我们如何在世间相对世间世当中 如何不染他 因为你知道什么叫染 什么叫不染 整个修行的核心意义在哪里 你就不会说一段时间修行一段时间以后 在未得到的时候追逐 得到的时候另挂矮他失去 所以在修行当中啊 整个修行这条路里面 还是恩恩恩怨怨怨很多呢 会不会 会啊 为什么 顺你的心跟不顺你的心 符合你这个看法 跟不符合你的看法 所以修学佛法里面 依然存在的很多恩恩怨怨怨 可是佛法怎么会修到变成恩恩怨怨 顽顽怨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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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说危险与人才能大家依着法 亲近的佛法 可好则学 这个非好则愿 远离 这个远离 其实我们之前应该有提过 佛教讲说如何 闲居尽处 如何修远离闲 这个远离不是空间的远离 这只要是新的远离 那为了达到新的远离 才不得已在世间上修空间上的远离 比如说 很多修道人 包括修菩萨道的人 也都远离 也都远离 我们现在有时候 菩萨道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 哎呀 积极洪化 对 菩萨道是如此 但他并不是一味的不懂的自我调整 所以你看看到很多的那个 我就一直在举这个 《法华经》里面的安乐行译 安乐行评里面 菩萨在修的时候 该保持距离也保持距离 不是一味的讲大话的 尤其是出家菩萨 有出家菩萨该守护的 他不是一味乱平等一通 一切法平等 但缘起差别 他是尊重的 那因为我们不懂得守护这些东西 因此菩萨经常败坏掉 因为你没这个功夫 你今天跳起这样缴获 缴获到最后自己功夫 好听是好听 可是导致有明明 你说我一切平等 不是 你内心明明有执着 结果你行这个假平等 导致有自己的执着也掉进去了 所以菩萨有时候要保持一个远离 这个远离当然 其实最重要是心远离 远离就是说 当我认为它是可学的时候 我跟它学 若我怕不可学的时候 我竟然远离 远离的时候并不是对立 不是怨恨 菩萨没有怨恨谁 只是说我不跟它学 因为那个是不对的 所以保持心的远离 那必要的话 不得已保持生的远离 就是我不跟它亲近 为什么 因为我容易被 我的身心不安稳 我们在很多现实当中 你注意看 为什么在修学佛法上 一直希望跟善知识相处 为什么跟一个精进修学佛法的人相处 不然你如果跟一群 大家标准都很低的人 你看你慢慢就 就就慢慢 会沉沦下来 我就因为我大学四年级 我本来都是在 我们大学夜间部里面攻读 后来因为它占我很多时间 所以我大大师的时候 课比较少 我就去补习班改作文 改小学作文 那改了没几个月 我的作文也越来越可爱 那我最近怎么会跑出这个语字来 因为我就改小学作文 天天改 因为它是论见记仇的 那我就是补习班教小学作文 我也要改 改到最后 我经常在那个 哒哒之类的 我最近怎么一直在拉在这里 讲话越来越像小孩子 当然是我们不自在 因为我们在整个修学当中 假如没有一个更好的 像比如说 我有时候 我还好有一个习惯 之前我在学日文的时候 如果要照规矩 我可能要学很久 但我就一下稍微把自己 如果我是二级 我就硬把自己跳到第三级 那跳到第三级 很多人当然 大概整班程度就最低 就是你 可是因为大家是这种程度 你不要拉太高 拉太高你跟不上 不过就是稍微比你高的 大家都比你高 你会被拉上来 你会被拉上来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有时候都很怕说 在团体当中被火定 然后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 比较舒服 应付的来 但真正积极人不是这样 积极人把他丢到什么 大家都比你好的地方 因为你想要 你再降也很难 因为整个大家都往这边上去 你要外去很难 所以为什么刚开始学的时候 尽量在一个 有一个学生问说 他毕业以后要去哪里 我说去 去成就你到月的地方 不是去那个 很随着你的心意的地方 不是让你很安逸 很舒服 很舒坦的地方 不是 而是那个 能成就你的地方 那哪里成就 就看你都 你如果发现 你像还是慢性很重的话 你就找那个 你很会骂人的地方 那个很有用 有些道场的法师是这样的 他不是乱骂 不过他会直接骂 他就某某人 你就是什么习气 当众 就直接点出你的习气 你今天做这个事情 都代表了 就直接当众骂了 当然每个人就受不了 每个人当初有的在社会上 都是有一点地位的 现在来到这要出家 怎样被修理成这个样子 很难过的 可是看一看 大家都被骂过 也不要好笑 你也被骂过 看来吧 所以他们在很少隐藏 很少隐藏 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 但这里面就宣承到 说的人要很稳 也就是说进入这个团体 他必须要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你如果为了面子来 大概你也不太适合 那你如果真的要来修行的话 第一个 师长本身要看 适合要看得很精准 但他也能直接的 看什么方法 所以他们在这个 什么方法来举你的过 那同时也有旁边有一些人 从另外一方面来 又鼓励你 所以这个团体因为很少 人有过时很少隐藏的 就是 直接就讲 那为什么直接讲 你不是要改变自己才来的吗 那你何必又去隐藏呢 如果我们这个团体形成这样的观念的话 你就能同意进步吗 或者的话 你一无要表现一个很好的形象 让人家来肯定 那这个自我肯定不就是环绕的根源吗 你何必从外面 跑到佛门 另外寻求自我肯定 那你就在外面就好了 你这外面不是更自好 是更可以自我肯定 你跑进来 没事找事干的干什么 当然进来就是要想我 所以有的人熬过一段时间以后 自己当初很苦 可是后来发觉进步很多 所以有的人在学的时候 尽量就是往好的地方 我们修行真的是必须要一些人欺破了 要很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或者的话我们有时候很怕挑战 很怕挑战 就是去那边 我会不会跟不上 人家会不会看清我 人家会不会怎么样 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 在修行这条路 这些根本不需要去考虑的 所以我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有的人 我们现在整个时代 我发觉有一种很多的现象 我们现在必须要跟差别很大了 我们很容易在环境气候 我们开始就怕 怕什么 我的身体感到不怕吗 这样 那这个考虑也对 因为有的人体质机体不好 但如果一个修道人 他只问这里有没有到 那个往往是 其实 我们发觉就是 我们往往第一步 问的是什么 我的身心能不能安稳 我的身体能不能安稳 很少问说 这个地方 看不看我学 你知道这个就是 一开头就不一样 假如 我们不是经常讲 招文到戏时可以 这不但是儒家这么说 连活教也是这么说 我常举例 佛陀为了听法 从树上就跳下来 因为那个提婆达多说 你要听下半祭 可以啊 那就跳下来 那他婆就说 因为他得上半祭 他觉得很殊胜 他就要得 那下半祭是什么 那个祭啊 一祭一祭 那个祭 祭于那个祭送 他说要可以啊 爬上树跳下来 我就跟你讲啊 那佛就为了得下半祭 就爬上树 准备死了 是 就是这叫求法心 那我们现在发觉 很少去想说 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算你让我一天工作 22小时 23小时 我要听那一段话就好 不是吧 长夜黑暗 就为了那一点灯嘛 对不对 那一盏灯嘛 你说你很清楚 你所学的 所求的是什么 千万不要 又错用心 在周边准备很多 到最后 你哪准备得了 所以有一个故事 不是 有一个非常穷的出嫁人 他要到西天 去求经典 去参学 另外很有钱的一个修行人 他就一直觉得说 这样下去万一万一万一 所以一定要准备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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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没钱的就要管他去 结果已经回来了 那个还在万一 还在累积啦 累积条件 我哪天我要到印度去参访善知识 他必须要钱准备够 什么都准备够 准备好他才去 那个没钱都已经回来了 那个还在准备 气魄的问题 修行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如果很了解 就是说 我一直很不清楚修行的核心要领 你走到那里 你开口闭火 就是要问这个 我不跟你打悬杂 你就是跟我 你 你故意折磨我 故意虐待我 我也甘愿虐待 只要你让我有机会问你的一个道理 完了以后 有的人啊 觉得啊 我不会不会 下次 又不会不会 下辈子 啊 我不会啦 这个你们啦 你们啦 弘华立生 你们做 我们业障重 那下辈子 我们业障重 你做啦 我就说 他就是尽行受 尽会来去 负责讲这句话 不会的 永远不会 不会学啊 不懂得弄懂啊 整个修学 其实目标是很清楚 所以他的那个心 是很明确的 我今天到 我为了求法 我百般忍辱 我都能忍下来 现在不是 不问法 有没有 在乎的是 我能不能住得安稳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菩萨发心 只要你安稳 你能吸收多少养分 就会养分 可是我们 我们总是期待 就是说 有人是为法而来 不是为了隐私而来 为修行而来 那为修行而来 你就能知道 我今天 我所修忍辱 有意义的 我不是为了在这里 我求个一顿温饱 在人 寄人篱下 不得不低头 你还敢够吗 你不要那么辛苦啊 你是为法来啊 你是为法来 你不用那么样的委屈 你是为法来 所以只要今天能得法 得我未曾得的法 今天我近一辈子牺牲在这里都值得 就是这种核心的目标 要很清楚 那否则的话 你就算给我优惑的东西会远离啊 为什么你染入我的心啊 是不是 挥好则愿啊 则远离啊 你就算给我再多的优惑的东西 对我来讲都不是我所要的 好 再过来 信我为我鱼啊 莫知诗宰如大象条 自调罪圣啊 信 信就是说 成为我的一个承载的工具 你不知道他的功能在哪里 他的作用在哪里 他如大象条自调罪圣啊 大象条 你怎么调大声 大象 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 那个有人虐待那个象 结果那个象一群象啊 去把那一个村庄给他倒毁掉 象很温和的动物啊 可是当他发飙起来 他整个一群象就冲到村庄里面 整个把他踩冰 好 所以你要调伏他 当然以人类来讲 有其他的智慧来调伏他 可是如果以单独体力来讲 你调伏像 你不要像调伏你了 你调伏像 是不是 他那么宽 力道那么大 谁绑谁啊 所以要调伏他 自调罪圣 自调罪圣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来谈 我们修行为什么不老实 心还没掉 信不下去 对 信不下去 所以我们讲 当我对法有信心的时候 这个信心会让我安稳于受持这个法 对不对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安稳 你还没确信他吗 你还没确信他 他没信心吗 还信不过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啊 在我们修学佛法当中 有时候就是必须要讲 就是说 我们在建立法跟法的关系啊 其实不能强求 我们在很多教学当中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威德力一直不够 因为我们其他能 我们为什么在射受众生的能力 一直都不够 是因为我们的威德力 真的我们的功德力太大 假如我们现在 你具有多方面的能力 让对方产生实质利益 他会不会信得过 信得过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要医病的话 每次医 每次好 那根本不用广告 马上就聚取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实质利益 假如我们现在 有些人过去的大德 他有这种能耐 他知道你的烦恼在哪里 他几句话 几个方法 一指导你的烦恼就停了 他当然相信你 对 你现在贫穷 我给你付 你有病 我让你没病 你烦恼 我让你没烦恼 那不信吗 这个信是先建立人跟人的关系 那所以说有时候要是没信 很难调 从我们现在因为是讲远一点 就是说假如我们要引导一个人 要让一个人来医治你文法 其实你要让他先有信 你如果没信 你怎么讲 我们现在有时候 即便你很恳切的谈 他也不一定听得下去 为什么 他还保留 因为 他为什么保留 因为他看不到具体的功德力 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 我现在假如身上晃光 嘿 你们就整天来这里 也没在听就等得晃光 要洒呼呼的 哇 又亮了又亮了 哇 师父 有时候 师父你这节课讲完都还没放光 我们在等着放光了 他就只负责看光而已 其他他也没在听 因为他只要看你 闪一闪就很好了 所以我只要装个电灯跑 很多人就来听了 不过众生就是这样 他要看到一个具体 他未曾有 他没有但你有的功德 他就会信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 建立佛法误入他的信为能入 道远功德母 对不对 信是如此 可是同时的来讲说 如果你只靠外在信 那不如靠字条 当你内心对佛法产生心开意解的时候 不用人家条 所以我们内心里面 安住于自己所认定的这个法的时候 就安稳了 我们现在最难的是 我们现在对佛法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期待 但为什么又走不下去 因为你还没确认 还没确认 所以这条路你要是不断修学到 自我相信这个法 因为经过了多文修行 以后确认以后 自己内心已经信受于他 如大象条 自调罪证 他安稳的愿意接受 这个灵管理 这种趋势 那如果没有的话 像我们现在修学 所以说我们慢慢也能更清楚 看到修学里面的现实 就是说 我们不用去前面讲的 看到众生颠倒 我们难免也会跳进去 跟他气氛别 哎呀很烦恼 这个我们都是很 我们也是凡夫 但有些人 有政见的人 他讲 就会随时提醒 众生会这样颠倒 其实不要怪他 为什么 当然如果硬要怪也可以 可是问题我讲说 因为他就是不清楚 他就是还在做梦 你要怪他 你有什么好怪 他就是说 如果一个醒来的 他会故意没事去做个恶梦 来让自己受苦吗 不会吧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再看到众生 就说 因为他其实对很多东西 就是不清楚嘛 他以他的执着 就像说一个处在恶梦当中 在梦中里面造种种业 你去怪他说 你很糟糕 下次要做好梦 那种狗笨的 你梦为什么做那个事情 你梦为什么打人 以后在梦中不要打人 对方说 一觉奉行 神经病 两个疯子 我要能不打人 我要不做梦就好了 你要告诉我在梦中不要打人 我怎么知道 我要是能控住了 我就醒了啦 我们是不是经常做这种事 那种做虚空跨欲荣耀 是不是这样讲 还是倒过来 我今天这两句话 我今天打几空打几空 不过都差不多要空空空空 我们不是做这样吗 把众生的颠倒也看成真实 然后也在这里 所有的颠倒当中 我们自己的用下的感情 在那里患得患失 不是吗 那如果了解这个 众生他之所以颠倒 也不是他故意的 因为他一路上 一路颠倒到死 所以当然站在我们自我来讲 就是我们自己无名造作 一直在寻回轮回 在轮回 但我们以我们现在来看众生 即使当处在这种颠倒的时候 他根本不得自在 他要能像你讲得那么清楚的话 他早就跳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看在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说 在整个修学佛法当中 我们之所以为什么 一直不能向上提升 是因为我们对法的认知 我们的信还没建立 信建立以后 那个就调悟了下来 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面多方面的谈 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并不大清楚自己问题出在哪里 也就是说 修行久修难成功 因为你不知道 你连起码的信恐怕 连药灵都还没掌握到 所以该准备的没准备 这一条努力修行的这条路 一直不容易成熟 真的是这样 你如果越清楚 我是想说 你如果清楚知道自己该哪里下手的话 这一段修行不会完全不进步的 所以因此我才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一年两年 难得有机会文法 假如你的方法对爷努力精进 我认为 经过几年 你应该会知道 你应该再进步 如果你都没有进步 你的烦恼依旧 全部抛出来 一次一次检讨干净 找个善知识 全部把自己剖析干净 否则你要等多久 像我们最近很多大德 陆陆续续走 像这个 你能把握多少 整个无常一来 该你走就走 你想执都执不起来 这是很现实的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那你所拥有的东西停留多少 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所以我要讲说 在这一条人生最现实的生死轮回当中 你有多少把握 你必须要看得很真实 我觉得一个过过自己有利没利 不能耗 我觉得不要在这里虚耗 以为自己有在进步 真的很现实 像我现在 我们昨天也在谈 就是说 你要期待别人 最后对你的帮助 其实是有困难的 有困难 比如说我们现在 如果再怎么讲 怎么讲 你能听多少 也未必能真的听进去 那以我们现在的身心都很难听进去 在临终的时候更难 那这时候又有很多人祝念 祝念你就能安稳 那不然这样我们就更简单 我们每次就我们邀请一千人 你就负责躺在哪里 我们在念死你 急的世界好 那就念一个 就算不把你念死 也念到你一心不乱 可以吗 一千人很专心念 会带动你的心 但不一定很让你专心 你的身心没准备好 就算一千人很虔诚念 你还是你 那如果你自己有功夫 一千人不念 你照样可以去 所以我在讲 才一直在鼓励大家 在有生之年 在你体力可以 给自己拿个保证票 所以这个功夫绝对不能等 因为我看到人世间生生世世 非常气狂 你千万不要被你现在所碰到的境界 稍微产生另一丝信心 什么信心 你误以为他可依赖 所以真正可依赖的是你自己 提早准备 因为这是很现实 走到最后 晃晃空空的绝大多数 我一直在跟大家在提醒 就是人生难得 我们现在不是怕事 其实在我的观念 绝对不是怕事 而是因为你难得 有出离三界的因缘 你可以成为菩萨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你千万不要让他空过 再来都不知道哪时候 我的意思是 你不要以为说 我这样比较好生好死 不是 目标都不在此 目标是在于 我适当的准备好以后 我不但能超越 无量节的生死 我还可以一次 转为成就菩萨的这个结尾 有这个机会 这是那么难得的机会 你怎么可以让他忽略 而这个东西在你有生之年 在你体力还可以的时候 提早保证到 而这个功夫靠你自己 假如你的功夫得到保证 再加上别人苏年 像现在的众多因缘 你当然很出身 可是如果自己本身未能确认 光靠别人 别人很难料 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就是说 因为我最近 两个走的长老都是 觉得都很熟了 以前走 我就讲说 以前走的跟我没关 现在每次走的都跟有关 而且都见过面 谈过话 关系都还不错的 那现在都越来越靠近了 所以最近 又说这一天 那一天 我们可能没多久 要去给一个长老传供 那到最后我要传多久 换别人传我的 有没有可能 正常的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你也不用怀疑 等了等就等到你 那我在讲说 我经常想说 我在传的时候 假如我坐在上面 我再看下面怎么传我 对 站好 当然我大概不会去管他了 可是问题 他有没有意义 有 那是后人的意义 那往生看 传来传去 最重要是那种后人 感怀他的恩德的一种 心思供养意义 但你今天受不受用 只考虑自己 我今天有时候 我尽量不在乎外宅 怎么去为我做什么事情 而是我今天走得 傻傻偷偷的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现在我很少看到一个人 就是 我不是之前谈谈 你现在放下了 放下 不然你怎么样 你的放下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择 这种放下不是真放下 而是一种欢喜的 就是说 我准备好了 最近有一个丙修林 我觉得很难得 他过年来找我 他之前也住过这里 后来 他因为出去残血了 他年纪很大 他心脏不好 那心脏不好 有一次很严重 他想要到大陆去死 大陆有一个山 一个天幕山 天幕山都是修恩念火的 他想要去那边念火到死 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他说 他遗嘱经常是在身上的 很多规划早就安排了 结果念念也没念死 不过他因为经常这样 经常念到 他说现在他专心就念火了 他说那 他说 我 有时候心脏一痛起来 之前会怪 现在他说 他说我现在不会 我现在只要心脏一痛起来 我就开始高兴了 高兴什么 快去 他不但不会怕 而是觉得说 终于快到了 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什么 他说当他在痛的时候 他发觉以前痛 痛会痛在里面 现在他发觉 他痛他的 也就是身体还痛 但内心不痛 内心只有欢喜 欢喜什么 我可能马上要走 但我可以往生 这个心态就 我觉得 我起码要有这个心态 就是他不怕死 他是说 因为他确信净土 而且他也坚信他要去 所以他现在在痛的时候 我一直来讲说 准备好 至少要这个 不是说 我面对临终的时候 无可奈何地勉强自己 那我也没办法自好接受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这不是活弟子的心态 活弟子的心态是怎么样 物是敌之不来 正是无由以待之 没问题 而且我不但不怕 而且是更好的等着在我 未来 我常举例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部车 很烂的 我明天要换新车 你到底是期待 还是很深 看到那个 然后就为那个旧车 送往生走 你要走好可怜 你会吗 巴不得赶快 新车赶快来 不是吗 假如你现在能换新车的话 哇 那个旧车经常让你出问题 经常很危险 差点让你发生车祸 那终于有能力换新车 你赶快回收 我迎接明天的那一部行车 所以 一个有信心没信心 从在谈话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位法师来 我就说 今年过年 又有一个人送我一个大红包 这个是大红包 他讲出他自己对修学佛法的一个信心 所以说 即便心脏痛了的时候 他只是感觉 我终于可以走了 是这样的心情 不再畏惧 而是欢喜迎接 为什么 因为他信得过 他所修的 是不是 我讲的就是这样的心情 在我们修学里面 不要怯懦到 一直被东西进界来 等着 我要好境界 恶境界 我如何逃避 顺境界 等我去找 不是 你准备好了 我自己很笃定 我不需要靠外在来决定 我要往哪里走 我自己内在条件准备好 所以我要讲说 难得 难得 他的一身心在准备上 我随时准备走啊 不过他是过年是骑摩托车 从很远骑上来的 我说看你的身体还不错 他说还好 还好 因为脸色也不错 不过其实他随时要面临心脏的问题 我觉得可贵的是 他那个对法的性 安稳了 强了 比过去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安稳多了 强了 我真的是忧心赞叹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讲说准备好的也是这种心情 及早在我们有限的时候 死心踏底的 这个不是我告诉大家的 你们这虽然跟这个稳还有点距离 不过我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提 因为过年了嘛 新的一年了 凡是阻碍你 但不能你投入完全投入的 那些对世间种种挂碍的 早点把它理清楚 什么东西是长久的 什么东西不长久的 先确认 不要在这边把你的功课功夫给糟蹋掉 百般的放不下 到最后发觉也没改变了 很多东西依然顾旧 那结果经常为生性 我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有些事件事啊 能放就放 不要因小失打 不要因小失打 人生如何真正的慈悲自己 来慈悲众生的整个最重要的东西 要看得精准 我觉得啊 你会为人世间的琐碍事 给你的重要时间给糟蹋掉 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就刚才讲了 你的身心是不是已经足够稳定的 让你的心不动摇 没有 表示你重要的事情还没解决 让你的心笃定到 我面对我的生死已经准备好了 那这个是你最大功课 为什么 他不是说让你好生何俗的最后阶段走得好 而是他可以决定你未来 很重要的未来 你这个最重要的东西 你没有准备好的话 千万不要在人世间琐碎的事事恢恢啊 挂爱太多 真的把自己的时间 岁月都给糟蹋掉 体力都糟蹋掉 没意思 所以你要看有些人说 哎呀 真的这个很邋遢 什么都不管 谁邋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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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抓重点 一个人抓索手碎的东西啊 所以在很多地方 很计较 到最后 悟了这一生 悟了这一生 这一点要留意 再过来 信财 借财 惭愧 以财 文财 诗财 慧为七财 这个说 有七种财 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财 这种七种财 请问 这个七个保险库 你里面装多少 你到底有七个财 因为真正的财 我们活弟子要的是这种七种财 功德发财 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乎外在财 却不知道里面的财 到底你有几分 因为你外在财 其实也都是从这里感应来的 所以问问我们自己 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人 到底这个人 福不福报 在以世间人在看一个人 像现在很在乎血型 听说日本人现在有共没共的血型 这个有够笨的 所以某种血型得某种癌症 某种血型得癌 结果一个医生就讲说 哪一种血型什么癌症都有啊 哪有一定的 那把人分成四类 我们讲十二生肖分成十二类 都已经够不科学了 现在又把人分成四类 那更不可能 是不是 血型当然也许有 缘起法上的一些 一定有它的道理 我不认为它完全没作用 因为在一个东西 它会现这样的缘起 有它的意义在 但它能代表全体缘起吗 不能 所以轻易以血型来代表人格的全体 那是极愚痴的 就像虾子摸象 摸掉一个腿 他认为全体都是 整个像就是一个腿 一个柱子这样 血型的东西 不会无缘无故 是这种血型 从佛法的立场 一定有它世俗地里面 某一个意义在 但它的意义 不是你讲的那么大 所以相信血型 不如改变自己的心 那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说 有的人在审查一个人 从血型来看 要是我审查 我就从这七个财来看 今天我要找一个人 他有没有福报 有没有借财 有没有信财 那信财当然有的人学我 但我们不从 即便我们不从血 我们要看 这个人的信念是什么 一个人他有一个坚定的 亲近的信念 这个人是有财之人 这个人有借财 也是有财之人 这个人有偿跟亏 也是有财之人 那有的人具足七种财 有的人具有少分财 所以我们要看说 我们在衡量自己的福报的时候 在佛弟子来问 是从这个局面 我有几种财 佛的财在哪里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拥有的东西 在佛法里面 如果你拥有这些财 你才是后 所以我跟他讲说 父母留给子女 应该是留这些财 因为你留给他这些财 不需要你给他财 他都有财 或者你图留给他表面的财 他未必是好事啊 为什么 他可能因为有财而颠倒 有世间财而颠倒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法财 因为所有的世间财 必须以这个为基础 才有这种财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 就是说 有的人为什么能安平乐道 其实安平乐道的人 其实是有财之人 所以这个在虚赖经里面 我一直在举这个例子 虚赖经里面 这个最穷的虚赖菩萨 乞丐 最穷 全国最穷 但能得到价值连乘的宝 你说这个人一定是很穷 谁跟你穷啊 连国王都还没他富了 他可以得一个是 连国王都没有的宝 价值连乘的宝 你说他真的是 那没有福报 他不会得这个宝 所以他最大的是那个得的财 世间财他不如国王 出世间财 国王不如他 因为这个虚赖菩萨 要把这个价值连乘的宝物 送给世间最穷的人 他说那就是你啊 他说不是 国王最穷 国王已经是地位很崇高的人 但依然继续恋财 贪心不足 他说他最穷 所以我要把这个宝物送给国王 他就这样 跟我们现在也很像 对不对 人问题不在于拥有多少财 是那个内心的得财 结果的确是那个虚赖菩萨最有财 他就应用这个因言 连国王也度 整个国家很多大臣真的出家 为什么 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医子处 那这个一个最简单 最贫穷的乞丐 现在竟然度了整国的人 威德力够大吧 够大 为什么 有德之财 所以你看 国王走到哪里 没人拥护 只有那些兵主 虚赖菩萨 一个破破烂烂的 他的衣服经常是用树变的 走到哪里忘了拿都没关系 因为没人会拿 他因为最烂的了 像我们如果经常用最烂的东西 就不用怕小偷 小偷说哪有这么差 你都比小偷还穷的时候 小偷偷你 他大概只能供养你 他无法再偷你 因为你都没了 没错吧 修行人到最后为什么不会损失 因为他无所得 无所得人最忽有 所以虚赖菩萨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自己 到底有没有财 你是不是有福报 不要从外面去看 问你现在这七种财当中 你具足几种财 你有没有信财 你有没有戒财 你有没有惭愧财 你有没有闻财 多闻之财 你有闻财 有没有失财 不失财 你有没有智慧之财 所以我们在衡量一个人 经常是从这个角度来衡量 有的人看起来 没什么东西 甚至他的背景不一定很好 但我们要衡量他内在 这种人有财之人 只要周边多这种人 你想要评见也难 因为你竟然能碰这些人 而这些人就围绕在你身边 因为他会形成贡业 生活周边多吉祥之人 你怎么会有恶报 多吉祥之人 你也一定会寻求 所以有时候很有趣 一个团体里面都很多吉祥之人 那你得到很多你会以为理所当然 一离开 夜报各自受 结果障碍马上出来 这个例子我看到很多 在团体当中觉得 我得到受用的一切理所当然 一离开就出问题 为什么 一离开 就个人的业了 在团体是共业 疫情亲近人 父子在那里 他不会颠倒 一离开就你个人 完全你自己做自己 福报大没问题 没有福报就颠倒 就这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当等了 我先给大家帮您 我响你 我响你 想给大家帮我 想给一些 并非 想给你 的